ODIA JUNGLE ODIA JUNGLE 原标题,杨贵妃体重140斤,却能得万千宠爱,这三个绝活很重要。 历史上四大美人中的杨贵妃,因其与唐玄宗名垂千古的爱情绝唱,成为后世人们争相传颂的人物。 白居易在《长恨歌》中说过,唐玄宗后宫家里无数,却独宠杨贵妃一人,甚至为了博美人一笑,不惜劳民伤财,从很远的地方,为杨贵妃送来新鲜的励志。 不过历史记载的杨贵妃却是一个体态风雨的人,也就是一个比较胖的人。 关于杨贵妃的身材,历史上大多都是这样记载的,身高159厘米,体重140斤,这种身材放到现在人的眼光中,绝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胖子。 可为何杨贵妃却如此独得唐玄宗的宠爱呢? 首先在唐朝,平民百姓已经摒弃了以受为美帝历史形态,唐朝国富民强,百姓也能安居乐业,崇尚以胖为美正体现了大唐盛世的富贵气象。 而其中的佼佼者杨贵妃,更是能代表唐朝的美人风格,也能独得唐玄宗的青睐。 再者,也是杨贵妃自身条件十分不错,杨贵妃姿色出众,杨贵妃肌肤吹弹可破,眼神妩媚,鼻梁高挺,单看脸的话,绝对是个大美人,只是身上稍微胖了一些。 从这也看出杨贵妃位列四大美人之一诀,不是靠虚名得来的,杨贵妃还是个才女,她自小就学习诗词歌赋,能歌善舞。 而唐玄宗也是一个大才子,她在音乐作曲上有很高的造诣,还精通乐器,两人在一起也能复唱复合。 这种共同爱好也成为两人之间关系的纽带。 唐玄宗不仅把杨贵妃当作自己的妃子,还是自己的红颜之己,杨贵妃的三个优点让唐玄宗如此迷恋,甚至让唐玄宗为她专门设立了宫中的制度。 但中期一生,杨贵妃却没有当上皇后,这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? 原来杨贵妃跟随唐玄宗许久却一直没有子嗣,在古代没有子嗣,是不能被封为皇后的,侧礼皇后是一件大事。 这关系到国家日后的根基,如果强行立杨贵妃为后,很有可能会遭到大臣们的一致反对,而因此引发的后果,也是唐玄宗不愿意承担的。 杨贵妃虽无皇后之名,却有皇后之实,自她入宫起,便让唐玄宗欲罢不能。 而杨贵妃所受的待遇也超过了皇后的标准,而唐玄宗对杨贵妃的情谊可谓是独自一家,后宫家里无数,直屈杨贵妃一人,版权声明。 文章源于网络,如亲权请联系则编投稿信箱,TGITWEIZY.CN欢迎您原创投稿,红楼梦上西剑雨,红楼一梦深如海,共结平生不了缘,唯愿于你一道,赏世间最美文字,品篇下不二情义。 武侠爱好者剑雨,让我们一起回顾那些熟悉的武侠大家,梁宇生,金庸,古龙,温瑞安,黄毅,刀光剑影,儿女柔情。 菜根谈名剧剑雨,教的菜根,百事可为,菜根谈其文简类名卷,尖采雅俗,其意正心修身,养性欲得,每日一读,气爽神清。